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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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第一晚 多謝Ben哥安排 Ben哥在零下很有路 那他在廣東幹什麼呢 你猜他在廣東沒有路嗎 不知道 他在廣東好像沒有安排 好像你安排你的零下那麼好 就覺得他沒有路 說到零下 首先去到銀村 其實早上那天很早的飛機 7時45的飛機 所以未到7時已經到了機場 例如登機手續 一定要去南航貴賓室吃一碗南航大碗麵 那碗麵真的 有時候真的生氣 你真的想買一張機票去吃 其實已經很久沒吃過 其實已經很久沒吃過 很久沒吃過 那馬上去想做一碗麵 一整碗麵 麵一上來 然後我太太就收到短訊 就說我們那班機要登機 我太太這個人 她有很多優點 對嗎?但你也有很多缺點 你說的 你不了解解 我幫你說 我幫你說 你就很簡單 那件事 缺點奉無論國 怎麼會有這麼多缺點 對吧 其中的缺點 就是他很守規矩 還有很有紀律性 這件事真的令我百事不其解 你知道 我從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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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的老師寫這個評語 都是自由散漫的 這幾個字 一直跟著我大學畢業 對吧? 我就是把人家跟著我寫的評語 我一共就是跟著那麼多年 我禮拜是自由散漫的 我說你一天一坐飛機 我跟著我一天一坐飛機 我跟著我一天經驗再沒有 通常飛機關門是起飛前的時間 15分鐘 現在就有10個字 怎麼那麼驚訝 就是開始登機 等人排隊才行 我們也不用排隊的 是不是嗎? 碰來碰碰入 去打師傅 上飛機 人家就給我上了 真的? 這麼兇死嗎? 不是兇死 斯文啊 上飛機啊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只是語氣而已 然後我吃完它 都不吃 很浪費 一條也有熱 吃不到 當時已經立了一個宏縣 這次我在零下還不吃餐飽 吃了麵 要不吃麵 要不吃肉 要不吃麵 然後就立了這個宏縣 開始了 真的上飛機等了八個字才能飛 等了半個小時才關門 完全那碗麵就可以吃光 多吃一碗都可以 而且他飛機是開前燈機口的 一上來第一排位就是我了 所以當時這股氣在我心中 我們一定要大吃特吃 非常感謝Ben哥 當日的中午就飛到去 其實這件事不需要感謝Ben哥 當日的中午就飛到 10點多就飛到銀村 去到銀村 因為銀村一陣子發瘋了 熱到發瘋了 從來沒試過這麼熱 廣州也熱 都發瘋了 廣州多少度 可能33、34度 我猜 因為沒有認真查過 你知道銀村多少度 多少度 1、38度以上 熱不熱 當然熱 剛剛那些地方一定會熱 所以當地的導遊就跟我說 孫先生 不如現在我們趕快去西夏王陵 因為下午2點開始 一直熱到5、6點 所以整個下午都不能出去 即是趁著涼一點 所以從飛機場直接去西夏王陵 其實我以前對西夏的了解 其實是通過虛竹和尚的 虛竹和尚 當年虛竹很熟 每天晚上都在地下兵庫上 開雪車 真的很爽 原來對方是西夏公主 所以其實對西夏這個民族 真的沒有什麼了解 但這次他參觀了西夏王陵之後 才發現這個民族 原來在中國宋朝的時間上 都存在了一百九十多年 而且他們很有趣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文字 那些文字很有趣 那些文字像韓文和漢字的拼貼儀式 即是二合一 是的 所以這個字很有趣 你每個字都覺得 很像色色的 你每個字都眼熟 但你就不知道他寫什麼 當然不知道 那天中午去了參觀 西夏王陵 然後我們作為VIP 還可以參觀一個未開放的四號 即是四號 是未開放的四號 未對公眾開放 但我們可以先去看看 好 好 接著 中午吃飯 對 那時候點幾宗 點幾宗 我發現那裡有一種梅杏 叫做梅杏 很好吃 黃色的 很好吃 結果 我們在路邊就看到 買梅杏 然後還有一隻瓜 西沙瓜 西就是這個 西瓜的西 你真聰明 那你又怎樣 西沙瓜西瓜 沒有錯 這個名字真的很長 西是石字邊 一個東西南北的西 西元素的西 原素來的 那些瓜很有趣 因為含蜥量很強 含蜥量很高 所以打球先不要吃 吃光了蜥 吃光了蜥 然後吃的梅杏 這好像對身體很好 我不知道 我看見有些米是枯含 枯蜥米 我猜都是好東西 反正西沙瓜 是生在石頭上 那豈不是很甜 很甜 而且他們在街邊賣 我兒子從來都不明白吃瓜群眾 這次靈下走一圈 完全明白什麼叫吃瓜群眾 因為當地很多街邊賣西瓜 而且他們很流行 做一隻西瓜 坐在路邊或蹲在路邊吃 即是賣了之後就在旁邊蹲著吃 蹲著吃 如果在街上發生什麼有趣的事 那這個時候 他們一邊吃西瓜 一邊就在這裡看 或者一邊吃西瓜 一邊在這裡聊 一邊評論 一邊添謠加醋 喜怨 那些朋友已經逼不及待問你了 西夏女子如何 西夏女子 很逼不及待 哈哈哈哈哈哈 這些事其實就是各花入各眼 哈哈哈哈 這樣嗎 哈哈 西夏聽說是被承吉思汗滅了族 因為當年承吉思汗 大數大麥南北東西 但唯一攻來攻去 不知道攻打六次或七次 就攻不下西夏 而且在第六次攻西夏的時候 還要陣亡了 然後還要對外 就秘不發喪 繼續打 然後打完之後 就深仇大恨 所以在西夏展開了一套城 所以 基本上西夏那些 黨行族 他們現存的人已經很少了 基本上 而且認識他們西夏文治人 更加是鳳無倫國 其中有一支 就是 逃入了一個 聽說是其中一支 我不落實 逃入了一個好山卡拉的地方 即是封閉了 封閉了 那條村叫北長灘村 北長灘村 在2016年之前 都是不通車不通水不通電 不通手機 所有的路 訊號 網絡 都是不通的 對 全部靠人的腳走出來 對 沒錯 重山盡嶺 我都不知道他們怎樣走出來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怎樣走出來 當初進入就沒有想著走出來 這樣也 即是 我出不來 你進不來 這樣就安全了 嗨 這樣就安全了 但我們國家的扶貧 有時候我們國家精準扶貧 這個工程之偉大之處就是這裡 專門整了一條路 就去這條北長灘村 北長灘村 你去到 即是去了古代 你知道嗎 又怎樣 即是隔絕得太長時間 太長時間 這條村太長時間 通了公路之後 那些年輕人都出去了工作 找食物 村內就剩下老婆 那些很少 大概只有十多個 即是老人家留守 對 那些屋全都是土壁屋 黃色的 即是用泥敷上去 對 用泥一坨敷上去 真是去了古代 那些傢俬 我也差點想買傢俬回來 是嗎 很有古董的感覺 挺有古董的感覺 我跟你說 老旁邊有古董的感覺 真的 去到那條村 為什麼要去到那條村 首先要看看我們國家的精準扶貧的成績 這個其一 即是偉大 這個其一 其二是怎樣 其二是專門收一條公路去他們那條村 那條公路因為在松山晉嶺之間 穿越 兩邊的景色是超美的 超美 因為純自然 那條公路 當地慢慢成為一條網紅公路 於是 不知誰起了名字 就覺得 他跟美國的六十六號公路 從東西 拉通成美國東西兩岸的六十六號公路 好像有點路段 於是 成為了中國的六十六號公路 而且做了六十六號公路的路牌 噴在地下 坐在旁邊 所以 很多網紅小姐姐在那裡拍照打卡 隨便在路邊停車都不用怕 為什麼呢 因為 那條路是給那條村用的 嗯 嗯 而且 留守的人已經是很少的 對 更多的就是遊客 更多是打卡的人 更多是打卡的人 我都不能夠免俗 對嗎 你作為一個網紅 我為什麼不打卡 因為做不到網紅 完全和我身分不相不配 所以一定在這裡打卡 Ban哥發了出來 Ban哥告訴你 西夏女子好得 Ban哥 知道的 知道的 在那邊 這個朋友很通情達理 他說 Hugo和太太去 你問這些問題做什麼呢 有意義嗎 真的很通情達理 真的 所以 那條路沒有什麼車子走 他走到那裡拍照 所以 這個地方 其實是個坑 其實不是太漂亮 哈哈 其實這次去寧夏 也有幾個旅遊景點 除了酒莊外 也有幾個旅遊景點 以我個人來說 66號公路 就是一個坑 坑一 坑二 就是西夏岩華 岩華 是 是 怎麼坑化呢 這個遊景點 其實也沒什麼好看 其實也沒什麼好看 反而如果你說 譬如說 你對韓美林先生 大家如果有了解 或者喜歡的作品 就反而可以去一去 因為韓美林先生的美術館 就是西夏岩華的公園裡面 如果你在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對 如果對這方面也沒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巨坑 可以面 就是這個點 可面則面 這個朋友跟我們說 當年蒙古大軍攻打城池的規矩 是這樣的 如果自動開門投降 就指殺身高高過馬車車輪的男性 如果拼死抵抗不投降 破城之日 就全城屠城 而為平地 當年的蒙古大軍是這樣的 這樣子 沒錯 這個朋友就是微信小程序直播 不是 我們除了在我們傳宇宙最好聽的 珠江經濟廣播電台 可以聽到之外 還可以在我們的月聽APP 月聽APP 都可以聽到 同時 如果你打開 Hugo的一些事一些情的微信視頻號 Hugo的一些事一些情 都可以邊聽和邊看我們的直播 看我們的直播 就可以看到我們美麗的廣州夜景 我們現在看到海珠橋的鏡頭 裡面 站著一位 應該是紅衣的男子 應該站了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的朋友 如果是我們的朋友 的話 跟他們打聲招呼 Hi 你好 嗨 你好 說了你好 吃好像還沒說 每天都吃 那是怎樣 吃這件事要分享 第一餐就是當晚 那天中午去到 隨便吃了些西瓜 梅杏 然後回酒店 回酒店 稍試休息 出發去吃大餐 然後就敲全羊 一來就做 嘩 嘩 嘩 想起流口水 而且這間店 是Ben哥跟我訂的 即是運用當地的人脈 你還是略險格局過小 我猜不到Ben哥這樣 對 敲全羊很可愛 上來之後 有五六個人幫你抬上來 而且穿著民族服裝 是唱歌的 即是這麼大隻羊 對 因為敲全羊 沒錯 而且它是這樣的 基本上這些骨子和你撕開 手撕敲全羊 即是敲熟之後 和你撕 當羊被骨子撕不掉 就被你拿著吃 過癮 那些人不撕 基本上和你撕開 不是整隻羊撕著 上來 唱歌 又找你簽名 即是 這隻羊 他們在店裡買的 不知一百幾十萬隻羊 有編號和號碼 還要簽名 很過癮 又唱歌 那間店的服務員很有趣 拼命和你銷售酸奶 很多小食 那些是他們自己的下欄 會不會是Ben哥家族 真的 那我豈不是很不禮貌 絕對 現在人家安排成這樣 你居然沒有幫忙 算了 我們吃不完 大哥 他選擇很強迷強迷 放一枝酸奶 好喝 好喝 然後放些什麼 來到你不喝 你真的不知道吃光 原章九幾汁 放給你 好喝的好喝的 你別人喝不到 這樣要你算 這樣 是不是不禮貌 絕對 選舖 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敲全陽這家店 你當時很興奮 絕對 很興奮 但是吃不完 因為我們加上小朋友 四大兩世 四大兩世 六個人 然後當地 就是我們今晚買這個 買這個 零下的 中零九幾 貢果級的老闆 他也有去的 這個老闆也有去做 做陪 OK 做陪 對 喝了這個 非常之好喝 非常之好喝 就是零下八寶茶 很好喝 裡面有很多東西 除了九幾之外 還有桂圓 還有紅棗 總之很好喝 而且他說 吃羊肉會有些上火 所以喝了他們的八寶茶 可以清熱 清熱後 有九幾 紅棗 又會補 清補 真棒 你說一下羊幾錢 讓我死了心 這麼好吃的東西 幹嘛要死心 你怎麼死心呢 那裡的東西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然後 最後叫賣單的時候 人家說 你是Ben哥的朋友 不用賣單 當然是他家族 謝謝Ben哥 謝謝Ben哥 原來他也沒有去過 他是時候問我 我還沒去過 好不好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OK 其實你說真的有多好吃 其實廣東人 畢竟跟零下銀村的朋友 這個口味肯定不一樣 就當作燒烤 對 但是也很新奇 因為有很多東西 廣州沒有 其實我發現有一件事 廣州我們吃菜心 吃零下菜心 但是零下是沒有零下菜心吃的 是嗎 為什麼呢 不知道 然後我說 我們廣東全部都吃零下菜心 為什麼沒有可能 為什麼沒有零下菜心 他說 然後 我問過幾間店裡吃東西 其中一間店裡的伙計 給我的答案是這樣的 他說 零下種菜心的全部是廣東老闆 所以那些菜心全部賣去廣東 賣去上海 賣去北京 種完就賣 全部都賣去外省 對 就不留下在零下賣 而且他說貴 買不起 那些太貴了 反正我應該感覺就是 大塊肉大碗酒 去到這些地方 是 第一餐已經賺得這麼厲害 是啊 真的很厲害 而且關鍵是 第一晚就開始喝酒了 其實我這次主要是 上星期已經說了 我這次主要是酒莊之類 每間酒莊都喝 每間酒莊都喝 主要是喝酒 我覺得我前三天 基本上還沒清醒過 一到那一晚 一到那一晚 一到那一晚吃烤傳陽 那一晚 就喝了五支酒 這個零下著名的釀酒師 鄧忠祥先生 因為他臨時臨急 要去山東拍一個宣傳片 所以沒有辦法 但是他放下幾支酒給我們喝 哇 即是那一晚已經開始喝了 連續幾天不停喝酒 就是酒粥飯飽了 肥了很多筋 是啊 真的 這個朋友說 瑞士也沒有瑞士堂買 寧夏沒有寧夏菜心買 正常 很正常 那也是 海南也沒有海南雞飯買 對嗎 揚州也沒有揚州找飯 對 這些 為什麼呢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然後我要重點說一下 我去過幾個酒莊 我這次去過幾間酒莊 全部都極具特色 而且很有代表性 其中兩間酒莊 各版都是廣東人 有一個美的 有一個美的 那才跟美的說起 美的酒莊 整個設計 全部都用歐洲團隊來設計 整個酒莊的建築設計 還有種葡萄的所有的技師 其實我都不想用這兩個字 不過你跟我介紹的時候 就是這樣說 我沒辦法 Ben哥經常都這樣介紹 他那些有號碼 技師 但是去到酒莊 真的 他們所有的葡萄種植 所有葡萄苗 是很有心思的 在法國花了很多心思 引進 還在零下這個地方 北京時間22點 我是晴朗 到時廣東經濟 珠江經濟台 對了 剛剛說到酒莊 第一個介紹的就是美的酒莊 因為美的集團在賀蘭山搞酒莊 所以叫做美賀 美賀酒莊 美賀酒莊 其實都搞了很多年 據他們介紹 2013年引進第一批葡萄 在這裡種植 然後16年正式開園 讓他們走 美的酒莊整個去到路口 一眼看下去 美倫美換 你感覺自己去了法國 而且你去了法國 是波爾多的五大名莊 其中的一間 從他入花園的距離 到大門的位置 經過一個很大的花園 然後到酒莊的那棟樓 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去馬哥酒莊 那種感覺不知為何 好像去馬哥酒莊 當年 又是去到門口 他們很智能 一開始就問了車牌號碼 跟他說了之後 就去到門口 自動開閘 進去 那個建築 完全是歐式的建築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不是那種房歐式 而是 他真的找了意大利的設計師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來自意大利的設計師 幫他們設計的 進去之後 裡面更漂亮 比外面更漂亮 裡面更漂亮 為什麼漂亮呢 因為裡面放了很多 河氏家族 他們自己收藏的一些藝術品 一些油畫 雕塑 那這件事像什麼呢 這件事像武當酒莊 來自邦尼多的武當酒莊 武當酒莊 大家都知道 每一年的酒莊都不同 都是用不同的藝術家來設計 當然了 美賀酒莊都有這樣的嘗試 而且這個武當酒莊 我們官方現在叫做木桐 入中國叫木桐 木桐酒莊 他們裡面有很多藝術家 因為很多藝術家幫我們設計酒莊 都有很多藝術品放在這裡 進去之後 是又像木桐酒莊 很多藝術品很漂亮 而且就算是放在那些酒 即是展示廳 放在那些酒的架 都設計得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應該是我覺得 我覺得小弟就是這個見識小 我覺得這個美賀酒莊 即是美的集團這間美賀酒莊 應該是我見到過的 最漂亮最漂亮的 國內的酒莊 很漂亮 而且它是整個車間酒窖 全部是同一棟建築 而且他們的機器 無論是壓榨葡圖的機器 那些氣囊機器 還有篩選葡圖的機器 全部是世界頂級品牌 反正做到極致好 極致 總之工具全部名牌 即是甚麼都是用最好的 簡單來說 釀酒師如果沒有記錯 也是意大利的 飛行釀酒師 飛行釀酒師 其實這個概念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其實很多酒莊未必有自己的釀酒師 除了一些大酒莊 列級酒莊之外 有固定的 有自己的 專屬自己釀酒師 其實很多酒莊 都會請外面釀酒師來幫忙釀酒 這些釀酒師 就名為飛行釀酒師 為什麼飛行呢 因為南半球和北半球 其實葡萄成熟的時間 採集的時間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有可能他們在北半球做完事之後 飛去南半球 沒錯 所以叫做飛行釀酒師 飛行釀酒師 其實跟這個 飛行釀酒師同時 基本上都是獨立釀酒師 它跟酒莊釀酒師有甚麼不同呢 就是酒莊釀酒師更加清晰地 會了解自己葡萄園的葡萄 因為它就是釀酒在這裡 沒錯 但是飛行釀酒師 它有更加多的經驗 所以各有擅長 沒有說誰好誰不好 所以美賀酒莊 其實美賀酒莊的酒 我已經在廣州之前喝 不是在廣州 我在順德 Sorry 我在順德之前已經喝過 跟何生一起喝過 是很有水準 水準之作 真的是水準之作 因為呢 不單止漂亮 莊園 酒也是漂亮的 沒辦法 其實很多東西就是 一分錢一分貨 這四個字是沒錯 一分錢一分貨 六個字 一分錢一分貨 又發貨傳說 快要是自己說的 說的就是成語 四個字 真的一分錢一分貨 真的非常有水準 而且酒莊漂亮的 可惜似乎 似乎說 不對外開放參觀 只是對家族 對家族 對家族 和家族的好朋友開放 即是對自己人開放 不對外的 對 是的 這個美賀酒莊 真的值得推薦 這個是其中一間酒莊 我就選五個 選五個酒莊 比較有代表性 第二個酒莊 是我們廣東人開的 很有趣 這間酒莊的莊主 很有趣 她已經是六十七歲 他之前是一間上市公司的主席 現在是做電子類的 不要說是做什麼行業 做電子類的 不過現在已經將廠從廣東搬到越南 他本人公司上市後已經退休 但難人喝葡萄酒 喝酒 很難人 所以自己去了荷蘭山 就像在銀川、荷蘭山這個地方 買了別人一個當地的酒莊 以自己來洋酒 他純粹是一個很業餘的發燒友 其實很業餘的發燒友 跟你真正的家族傳承 或者是很正式的洋酒師 其實有一個很質的區別 他不在乎你是怎樣的 他不在乎你是怎樣的 對他的評價是怎樣的 因為發燒友就是這樣 但是工具要漂亮 對不對 你真是說頂級的商業攝影師 可能拿著那部相機 已經是八年前五年前的相機 一樣是這樣拍的 但業餘發燒友不是 一定要最當季最新的產品 對 設備控 沒錯 他有自己一套釀酒的哲學 很可愛 67歲的老人家 但精神逆逆 網上像四十多歲 厲害 對 因為他的酒莊是他當地的酒莊買回來的 所以整個感覺像什麼呢 我告訴你 整個感覺像去珠三角的廠 像廠三角的廠三角 就是外面有一套鐵閘 就是外面有一套鐵閘 是 像廠的那些 像廠的 很有趣 外面有一套鐵閘 那些 然後 門口 門口就是一個 車上一個邪波才到門口 就是那一套 那一套 是 然後 他買人回來的 然後 冬一塊 西一塊 好像不成規模 但是他的酒很有品質 而且 我說那個釀酒師鄧中祥 這次跟他圓坑一面 都是跟他們有合作的 作為這個獨立釀酒師 跟他們有合作的 對 也有幫這個酒莊釀酒的 本來 他說那天中午 就聘請我吃飯 不過我說 我說我還要去其他酒莊看 他說 很可惜 我知道你們來 我還專門訂一隻燒鵝 我當時想想 如果我跟他說改變主義好不好 因為前一晚有人說 不用了 不用買東西了 不用買東西了 是呀 跟一隻廣東燒鵝 擦肩而過 不過呢 老闆說 好啊 到啊 你們不吃啊 我趕吃光 那樣 哈哈 哈哈 哇 真的開心 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在這裡 終於找到一個人跟我說廣州話 嗯 是啊 太香如故之 是啊 很可愛啊 他 他約我回來 你知不知道他約我回來去哪裡玩 去哪裡玩 他說呢 你知不知道 我回來廣州 我最喜歡他的女僕餐廳 你去過沒有 我說沒有 我帶你去 哈哈 你去說沒有 哈哈 可能要六十幾歲的老人家 哈哈哈哈 才去過 見多會說 下次 那我就不帶你了 如果你說到這樣 是不是 我帶你去 怕你說我拍攝你老 不是不是 就是 那些老人家 才知道這些地方 帶我們年輕人去看 去見識 是不是 唉 好 有沒有朋友知道 女僕餐廳有什麼好玩的呢 我要假裝到 我不是第一次去 你明白了嗎 哈哈 就是 免得被人看不起 哈哈 大家快點 大家快點 告訴我 可以在微博上告訴我們 關注阿智的一些事 是智慧的智 這個 是智慧的智 這個是智慧的智 阿智的一些事 以及小弟 Hugo的一些事 一些情 Hugo Hugo的一些事 一些情 這個微博名 在我們9時半 發出暗號後 發表你的評論 就可以參與我們的節目 當然 還有另一個途徑 就是在微信小視頻 微信小視頻號 關注這個 微信視頻號 不是小視頻 sorry 關注這個 這個朋友說 身為宅男 都沒有去過女博店 60多歲 老闆比我們年輕人 還更加懂得玩 好像很久以前 廣州確有個女博咖啡店 但我當時還有小朋友 不是的 現在也有的 現在也有的 他跟我說的 這個朋友說 我有個朋友 叫我幫忙問問女博餐廳在哪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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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石幾千層浪 要不需要我們先去玩一次 是嗎 免得下次 對 我們去到很熟悉 對 等一會拍回來 原來大家都是朋友 對 有共同語言 又可以騙幾瓶酒 對 對 現在說真的去間間酒莊 莊主很熱情 還有有一件事 你知道嗎 有一件事 我這次突然間才有這個體會 之前 因為我都去過很多世界各大酒莊 法國、歐洲 很多頂級酒莊 我都有一件事 我沒有很深刻地留意這一點 什麼 你一個酒莊 其實就是葡萄酒的生產廠家 是不是 如果你隨便是甚麼廠 你是不是去當廠長 你不像你的經理 你不像總經理 人家酒莊的老闆叫甚麼 莊主 莊主 一出來 這個黃廠長 這個黃莊主 完全不同 一喊出來 整個氣勢都不同 整個氣場都不同 整個氣場都不同 莊主 我這次突然間 對這兩個字 突然間留意到這兩個字 如果不是 這間廠長 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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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去了二十多間酒莊 舉五個比較特點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到兩個就是我們廣多人開的酒莊 接著就講兩個Emma開的酒莊 有兩個就是在中國葡萄酒圈 都很出名的 女莊主 兩個都這麼有趣 英文的名字 都是叫Emma 同名的 對 同名的 其中的Emma 就是響當當大名 高原 高原其實我認識了她四年 四年前已經認識她 當時他們的銀色高地這款酒 就是由陶洛斯代理 接著在柏月酒店開了一個晚宴 小弟不才 作為廣東葡萄酒的業餘愛好者 連直晚宴就認識了高原 認識高原 當時她也知道我太太 她也有移民但未見過 然後還專門送了一支 有她自己簽名 她說我帶她回家給我太太 這位朋友說很簡單 開個茶莊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都是莊主 都是莊主 哈哈哈哈 但是你想想 別人的紙絕 這裡三千毫都是我的 是啊 她一紙都不知道紙得多遠 哈哈哈哈 你一直看到荷蘭山那邊 然後再說一下高原 Ebma 銀色高地酒莊 銀色高地酒莊 你去到時 你會發現她是一個很樸實的養酒師 她的辦公室 接待處就是集裝箱 幾個集裝箱 像那些櫃一樣 是的 唯一令你覺得有建築的地方 就是地下酒窖 地下酒窖就是很闊很闊的一個斜坡 是可以開貨車下去的 看到地下的深處 一直走斜坡進去 然後門口有隻大狼狗 我說叫狼狗 然後我兒子糾正我 她叫黑背 哈哈哈哈 總之很大隻狗 好可怕 唯一那個應該屬於建築物 其他都沒有 其他就是 每一分地都用來種葡萄 哦 是嗎 種滿葡萄 所以她的酒 真的很無實 很有靈下葡萄酒的結構 和風土在裏面 是我自己喜歡的 我很喜歡的 這個就是一個Emma 另一個Emma 另一個Emma 很少知道 她的酒莊很低色 很漂亮 建築設計很漂亮 很簡約 好玩這個鋼筋雲靈土 整間酒莊白色的石頭 哦 這樣了吧 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她本身這個莊主Emma 是一個藝術家 她自己都懂得唱美聲 又喜歡畫畫 哦 這樣了吧 是啊 然後就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荷蘭山的東陸 自己買了田 然後建了一棟建築物 建築物酒莊 也是這樣 釀酒車間 然後地下室 是這個酒膠 酒膠 上面就是接待處 可以給朋友來試酒 這間酒莊是對外開放的 叫做家地酒莊 家地 家就是家年華的家 地就是地方的地 地產的地 它是對外開放的 就是去那裡試飲 就是幾錢一杯 嗯嗯 家地酒莊 對 它的酒很貴 它的酒很貴 它們最貴的酒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它送了一支給我 我不知道價錢 但是呢 好像對外賣 是2600多元一支 OK 其實這個價錢 就像我上個禮拜 跟你分享這樣 其實這個價錢 就是說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國產葡萄酒 其實真的成本就在這裡 是 你包括那個橡木塞 都要在西班牙 都要進口 或者葡萄牙進口 所以你沒有辦法 這些東西 所有都是進口的東西 那麼 設備不用說了 那麼 兩個Emma的酒莊 其實各有擅長的 各有擅長的 一個很簡陋的 集裝箱的 那麼幾個集裝箱 都堆在一起 自己也住在這裡 又在這裡釀酒 過著那些 面朝黃土 背朝天的日子 在這裡 很用心 去釀製葡萄酒 高原在法國 波爾多 是回來的 對不對 而且她的先生 是法國人 她的先生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 拉圖的釀酒師 OK 所以她自己在國內 在荷蘭山 又整個大葡萄酒 對 兩夫妻 在這裡 真的很寂寞 你知道嗎 你到了晚上 四下無人 完全是一個星空 白天 又在葡萄牙工作 又在釀酒車間工作 關注酒的溫度 酸度等等 很寂寞 四下人什麼都沒有 就是山 就是山 很專業地做一件事 很專注地做一件事 是啊 真的 另外一間酒莊 就是 另外分享一間 很有特色的酒莊 叫做西甲酒莊 這間酒莊 後邊 她這個莊主 我覺得 我本人認為 就是一個 出面的人 她後面 應該有很多的大資本 因為 據他們工作人員稱 整個投資 是投資了五億人民幣 嘩 厲害 我覺得整個投資 是比美的大 而且 產量 還是葡萄田 都比美賀大很多 西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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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子 即是乳甲的甲 我也是沒有女兒 西甲 西甲酒莊 沒有女兒可以回西甲了嗎 今天又回西甲了嗎 對呀 回西甲了 對呀 西甲酒莊 而且這間酒莊 整個酒莊 好像很有外國酒莊 她不單止有一個好的餐廳 而且是有得住的 是 有得住的 還可以住在這裏 對呀 喝酒可以住在這裏 我當晚在那裏住了一晚 我住了一晚 酒莊很漂亮 餐廳又煮一些好吃 然後是西餐來的 西餐來的 但就是零下的做法 那是怎樣 即是你去一些普通的地方 吃80元一斤的手渣羊肉 就是一個大碟 然後倒到山仔的羊肉給你 反而很多 反而很多 它就是180元的手渣羊排 其實也是手渣羊肉 就是一個大碟放在一筆費上 再賣180元 這些叫做法式擺盤 就是它的碟大 野小 野小 擺得很精緻 對擺得很精緻 OK 同樣都是醋和蒜頭醬 哈哈哈哈 這樣 蛋都好吃的 好吃的 是好吃的 特別是他們自製的酸奶好吃 好吃的 那裏 因為在那裏住 那晚晚餐在那裏吃 然後翌日早上都在那裏吃 都好吃的 那些東西好吃的 OK的 而且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飲品 我吃早餐時我喝 肯定是牛奶這樣喝下去 但好像牛奶的顏色 又不是豆漿 沒有那種豆的味道 是甚麼來的 原來跟我說是米湯 米湯 嗯 即是煮米煮粥上面那一層 那一層米湯 我覺得挺特別的 這樣嗎 是呀 好笑 多久沒喝過米湯這件事 這間店住也不錯 住也很好的 然後產量很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工作人員跟我介紹 他們產量可以到達1億3千萬支 哇 恐怖 而且他們是一間很新的酒莊 我也不知道葡萄哪裏來的 還是他們全部死去葡萄園收購了 2018年成立即到現在三年 三年 立即要上市 OK 完全是用一個很大的投入來做資本的運作 哇 即是成億支的產量 是啊 對 而且去到他們的釀酒車間 嘩 去到他們的酒駕 嘩 全部都是這樣 對 釀酒車間的不鏽鋼 那些桶 那些桶 嘩 看不到盡頭那麼多 你知道嗎 然後進去酒駕 那些一個個的波爾多的大橡木桶 又是數不到那麼多 真的 好大 好大一個莊 西甲 對 西甲 這個莊 這個很有代表性 去到很多酒莊 其中選了五個最有代表性的酒莊 跟大家分享 嗯 這次靈夏之旅就是酒粥飯飽 酒粥肉飽 是啊 真的誇張 這個朋友說 我知道 然後用黑醋醬在一隻大碟裡拉個花 是啊 就是這首東西 你做餐飲 慣用的伎倆 你做餐飲的 哈哈 這個朋友說 已經在去喝酒的路上 朋友開車我聽直播 這個朋友說 這個朋友說 為什麼沒東西買 有有有 只要打開hugo.ss1s程的微信視頻號 hugo.ss1s程的微信視頻號 不單是可以看我們做節目 可以跟我們共同主持的節目 你可以快留言 我們幫你讀出主持的節目 而且還可以看到中齡的 這個供果級的狗忌 供果級的狗忌 不要說什麼最好的狗忌 外國才買得到 在我們一試一試就買得到 對 供果級的 對 其實狗忌我覺得很好 買回來 你自己吃 你自己沖水喝 自己吃 拿來煲湯也好 然後送給人 又健康 送健康 又健康 又看臉 沒錯 而且這個供果級 很大顆 和你平時看的不同 根本就像水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如果生的時候 一定是 對 供果級的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試一下 說起水果 我在西甲酒莊 我也發了一個視頻號 進來 通常酒店會有一個歡迎果盤 是 有些蘋果 你 當地的水果 是 時令水果 對 他還有一支 他還有一支青瓜 原來後來我才發現 我才問他們 為什麼有青瓜 他說這些青瓜 有栗的青瓜 在他們當地是水果 當地是水果 對 也可以照吃 那當然可以照吃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還可以的 爽甜的 爽甜的 我第一時間吃了 哇 不知道是不是異形補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沒有吃虧 你知道嗎 智叔 幾個月前 雙看一個女生 我約了她幾次出來 她每次都說有事 就沒有出來 所以後來就沒有聊天 但最近她又來評論我朋友圈 搞到我心思思 我應該怎樣才可以再約她 好呢 其實你繼續約 如果她評論你的話 好像你說的 我覺得對方也有些意思 對 還要約她 我不相信她每次都沒有空 對 而且給點誠意 就去到她那裡約 對 這個朋友說 Hugo有沒有看到銀河 哇 真的 靈下的天空 我唯一一天看不到星星 就是住星星酒店那一晚 哈哈哈哈 真的挺頂癮的 哈哈哈哈 其他呢 慢慢都是 哇 那邊星空不得了 對 看著浩瀚的星空 看著銀河 真的那種感覺 就開始覺得 其實我們的星球 我們的地球 只不過是 我們看到的那麼多星星 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我們人類 我們的地球 在這個宇宙瘡窮之中 已經是尚且如此渺小 我們的人類 其實都很渺小 我們就是為了很多的東西 爭鳴奪利 這些東西 其實想起 其實都好像是一種 很幼稚的行為 特別好像現在的美國 那樣 就是用一些意識形態來 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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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孩子那些 就是 比如幼遠 我跟他朋友一點 你不要跟他朋友 做一些拉幫傑派活動 真的 我突然覺得這些 所有的一切都很幼稚 都很幼稚 真的 這個朋友 Hugo 八寶茶上癮 是嗎 是嗎 是Bang發出來嗎 不是 這個 又叫Bang 又叫Bang嗎 是 我去年10月份 帶父母去玩 隨便找了一間大眾 沒有買榜 大眾沒有買榜 的三星本 體驗很棒 八寶茶會上癮 真的 八寶茶真的會上癮 我去到零下這五天 每天都八寶茶 每天都八寶茶 真的 你喝下去 你就知道 高質素的八寶茶 和普通大排檔 小食店的八寶茶 有什麼巨大的不同 北京時間二十二點三十分 我是子晴 暴時廣東經濟 珠江經濟台 對了 這個朋友說 今晚是酒莊之旅 當然了 如果聽過這節目 朋友都知道 只要我出去旅行一次 回來 總會韜韜不住 跟大家分享 在旅童之中的見聞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是一個很互動的節目 大家 譬如說 有些朋友 我們很多朋友 散落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跟他們說 那個地方的情況 於是 大家都可以增港見聞 對不對 因為一個人 一生的時間是有限的 你可以去到的地方 其實也不多 互相聽聽聽 就好像自己很聰明 這個朋友說這樣 這個朋友說 這個朋友說什麼 今天他參加了活動 是廣東電視台 傅力船主持的 你認識他嗎 你認識傅力船嗎 我知道誰 女主持 當然 漂亮嗎 還不錯 她漂亮還是霍子型漂亮 我想她應該比霍子型漂亮 我不相信 我覺得霍子型已經很漂亮 霍子型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 你今天關注的 這個 出鏡女記者 女記者 是的 認識你嗎 這樣就不認識我嗎 好像你認識 我看電視認識 星期一晚約出來宵夜 你認識他約 我不認識霍子型 你負責約傅力船 我負責約霍子型 這麼誇張 好嗎 好嗎 就試一下吧 你真的 我找達哥幫我約 好嗎 達哥 星期一晚 我們做完直播之後宵夜 好 你說的 我約 你當著這麼多人答應了 我答應約 我不知道對方怎樣 對不對 這件事真的不負責任 我怎樣不負責任 如果達哥約不到 那是他的問題 對 你約不到就是你的問題 當然不是 那你怎麼約 不約達哥約到 達哥約不到 是別人不給面子達哥 你約不到別人不給面子你 你明白嗎 你還要反省一下自己出現了什麼問題 可能達哥不給面子你 究竟敷衍我 那我找馬馬 雙管齊下 搞到這個什麼 霍什麼 霍子營 搞到霍子營 什麼事 很緊張 什麼事 找到很多人來約我 就這樣定 約一下 約一下 什麼約一下 試一下 就這樣定 就這樣定 就這樣定約 肯定約了 這件事是我兩年前去敦王的瓦丹魔鬼城 會晨的時候 應該是晚上 看到那片星空 簡直震撼到什麼 頓時就覺得 宇宙太浩瀚 人類太妙小 我們每天遇到的煩惱 真的很不值一提 真的 是的 宇宙 真的 真的 那一刻 你每看著星空之下 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妙小 剛剛說到這個星星酒店 其實也是一間 挺有型的酒店 它是中衛市的沙波頭 在這個沙波頭 就在這個藤格爾 不是 藤格里沙漠 唱回首歌 其實藤格爾 是不是在藤格里沙漠住 不知道 反正有個名詞 是的 在這個藤格里沙漠裡面 在這個沙漠 零零四四出現了一間酒店 很型 真的很型 超型 是嗎 那些朋友說 到時你們就約了大波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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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理想很骨感 厭生 很瘋滿 理想很瘋滿 大波東很瘋滿 哈哈哈哈 我們的理想是骨感的 約到一個人是瘋滿的 哈哈哈哈 到時就約到大波動 很傷心 真的太傷我心 太傷我們心 很傷我們自尊心 如果阿智你約不到 你真的沒有臉沒有臉 見我們這麼多朋友 你還要直接認識 你叫他來吧 真的 約來約去 只能約到大波動 廣東電視台 我們只認識到男主節 哈哈哈哈 不是的 我們還有什麼花花姐 你約到的 很多姐 要花花姐約霍子營 是啊 或者叫他約一些 我們不認識名的人也可以 是啊 不一定要點名 特別是那個高富力 那個什麼 富力船 富力船 高富力 真棒 這個沙漠星星酒店 真的建在沙漠中間 四周圍都有沙漠 而且如果大家住 一定要像我一樣 就住一樓 它有兩層樓高 好像星星形在沙漠裡 佈置 只有兩層樓高 散落在沙漠裡 沒錯 然後為什麼住一樓好呢 我住的一樓 不知道是否酒店 真的給名字是Ben哥 Ben哥打個招呼 我的房間就是巨蟹座 即是按星座分 沒錯 當然12星座 其他那幾十間房間 按什麼分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很幸運 看見誰就掛牌 有時候換的 可以換的 真的 真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節目裡 誰屬於昂直 誰是昂直 誰是昂迫 什麼 然後 住一樓 我推門見沙 我有自己的私家沙縣 沙漠 私家沙漠 私家沙漠 是不是 而且沙漠真的很神奇 我以前真的還沒在沙漠裡 真正住過 而且每個人都在沙漠裡 這下很重要 沒錯 首先 我們房間對著沙漠 一個很大 大概有二十多米高 一個沙漠 一個沙漠 很辛苦 四隻腳一起爬上去 才爬上去 然後 有些滑沙板 那些塑膠板 你坐上去 上去看下 很害怕 也有害怕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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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怕 因為跌你不一樣 這隻沙很幼 很幼細 幼細到怎樣 我告訴你 幼細到我們的T恤 T恤的下擺位 和袖口位 有反過來的 是 這個反邊 畫完沙之後 裡面全都是沙 即是全部進去的沙 你連這麼小的針口位 都能進去 都能進去 沙很幼細 真的像麵粉 有這樣的感覺 很有趣 那天去到 就拼命自己 就這樣畫 爬上去畫下來 爬上去畫下來 傻奸奸 就這樣畫了幾十次 那就是所有的沙滑梯 大人的沙滑梯 然後已經畫到 起了降 起了軌跡 然後翌日 晚上開始起風 起風吹 翌日早上一打開 又變回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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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痕跡都沒有 而且上面有些風吹過 一陣一陣海浪 一陣一陣海浪 一陣海浪 浪花褪去沙灘上面 有海浪的痕跡 印在那裡 很漂亮 風吹 大自然有時候 鬼虎神功 這四個字 真的用得對 那一晚 就在星星酒店 吃自助餐 吃自助餐 當然 牛羊 不用說 牛羊 大塊肉 大碗酒 當地的啤酒叫做叉午 叉午 叉午 不是寶馬 叉午 其實都可以的 清清爽爽 有點像珠江唇生 清清爽爽 挺好喝的 吃牛肉 每晚喝紅酒不行 做啤酒 那一晚做啤酒 很過癮 那一晚 就約了一個觀星塔羅牌 兼星相學家 10點鐘 怎樣 帶我看星 結果那晚 就是唯一整個 旅程之中唯一晚 看不到星 這樣 九點鐘跟我說 取消吧 不要等了 不行了 這樣吧 就有點遺憾 那間酒店很好 另外 就是 除了住沙漠星星酒店 我又去了網紅那裡 旺河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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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住那些黎配屋 又是很可愛 挺有趣 即是很原始 很原始 但裡面很先進 外面很古樸 很原始 但裡面是正常的家庭 應該有的電器 全部都有 有了 最好的就是什麼 陽光很充沛 你知道旅行幾天 一定有些垃圾衣服 太洗 那裡有洗衣機 民宿裡面有洗衣機 洗光了 浪出去 你知不知道誇張得怎樣 一個小時 我們純棉T恤全乾 乾了 因為地方本身很乾 濕度很低 日照這麼厲害 是啊 日照很厲害 你有沒有發現我好像黑了 少少 不過我是塗太陽油 我已經塗了 太陽油很厚 太陽油很厚 如果不是 一定 一定 變成一條灘 回來 那些朋友說 挖完沙 洗頭一會才厲害 好像磨沙 那樣 是呀 成頭沙 我朋友說 有腳皮 走一轉就沒有了 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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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過癮 這個朋友說 Bang哥小智識 X5是加士伯收購的西夏啤酒出的 即是加士伯收了 即是我們的朋友 對 我不知道 加士伯是我們的朋友 X5 嗯 什麼朋友 高負力洗潔精嗎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朋友就準備 準備去酒吧 喝渣男桶 朋友說 比較刺激 渣男桶 喝完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朋友 Hugo 你不要再說了 搞到我現在都很想去寧夏 寧夏真的有蔡上江藍之稱 特別我去到中衛市 嚇死你 怎樣 乾淨 我全中國只見到兩個城市 是這麼乾淨 嗯 是啊 這個中衛是其中之一 中衛市應該是這個 我們中國最年輕的市 是嗎 最年輕的市 最年輕不是 應該是海南那個什麼 三沙 好像更年輕的三沙 沒有這麼誇張 是呀 這兩年才搞的 是嗎 是啊 總之 是否最年輕就不管 總之 很乾淨 是 很漂亮 很漂亮 那段的黃河 流過中衛那段的黃河 河水是在市區的流淌 很平靜 而且 一點都沒有跑酵 是啊 不是黃河就是跑酵 是啊 然後是黃河邊的那條路 到黃河之間那裡 嘩 花園一樣 你知道我感覺到哪裏呢 我感覺到中衛市 就去到法國南部 法國南部 一模一樣 很漂亮很漂亮 就是 你是完全跟那些 怪石鱗巡 戈壁灘 黃土高原 沙漠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完全兩件事 雖然它就在藤格里沙漠的邊緣 但是整個市區真的超乾淨 而且樓價很划算 樓價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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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路邊見到一個很漂亮的別墅 我問了 7000元的平方 是嗎 是 是 中衛市 是啊 那裡 我都打算搞兒子去中衛一中讀書 然後考清華北大 可以減分 這樣嗎 是啊 那些地方好 可以可以 你們跟老闆商量 扔我老婆去釀酒 是不是 哈哈哈 釀酒去中狗幾 是不是 哈哈哈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城市 是一個花園的城市 是啊 即是在沙漠中的花園 是啊 真的 整個市區真的沒有什麼垃圾 你看不到骯髒骯髒的地方 OK 人又不是很多 人很少 人很少 沒有什麼人 街上也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車 然後整個城市 好像花園一樣種了 很多不同的這些 其實有很多野生的花都很漂亮 特別這個季節 叉子煙紅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因為我去到銀村的時候 我以前經常聽人說 這個寧夏菜上江藍 光什麼藍 哈哈 何來江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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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去到中衛 你就知道什麼叫菜上江藍 真的漂亮 真的漂亮 對嗎 好 那些朋友如果有興趣 有機會 都可以去看一看 對 這個朋友問我 我跟Hero哥在寧夏 穿長袖還是短袖 我就不聽Ben哥所說的 我就帶一件長袖去 因為他說 一早一晚很冷 有少少涼 對 一定要穿長袖衣 否則會感冒 但剛好我去這幾天 全部38度以上 我們半夜看星星 看來晚上十點 有風吹過都很涼爽 但不用穿長袖衣 是不用的 但穿長袖衣 什麼時候呢 如果你真的怕曬 對呀 反而防曬 你反而日頭要穿 因為帶小朋友去 所以也有娛樂項目 不單是陪我喝酒 否則他也悶 陪爸爸喝酒 自己也不能喝 很多地方都去玩 其實就玩了一天 娛樂一天 就在這個沙漠星星酒店 滑沙 沙漠星星酒店 我告訴你 位於那個景區 叫沙波頭 沙波頭 有些常規的沙漠活動 第一就是騎駱駝 我兒子就要騎 我走過一陣味 一陣味 我不騎 我打聲不騎 我兒子跟我說 因為他有幾百隻駱駝 在那裡等遊客 那裡有大陣味 然後騎出沙漠 那裡轉圈 沒有什麼味 他說他騎的駱駝很習慣 我說很習慣 他一直放屁 我說臭不臭 他說不臭 不知道是否有風吹散了 次來靠近ailing 然後蝦紅 說駱駝 比幾百人多屁 說它很久 拜託我們要令他知道了 他說天子很蠻 暗雲很白 沙漠 ακ 沒有什麼警識 一幕無際 沒有東西看 這個是其中一個娛樂項目 第二個娛樂項目就是我跟兒子 騎落堂我怕浸味 我沒有騎 第二個娛樂項目我跟他一起 就是坐越野車 在沙漠裡面 飛來飛去 真的很可怕 你沒玩過嗎 我沒玩過 我之前在哪裡玩過 直擺 沒錯 阿布札比 阿布札比的沙漠裡面玩過 阿布札比他們全部用Lancruiser 全部用Lancruiser的預野車 感覺是有安全感一點 是嗎 大穴部 但是這次 全部用北汽的預野車 相對來說很簡陋 但是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軸距短 所以 你過沙的時候 那些感覺更刺激 更刺激 然後就在沙漠裡面 一旦爬上去 自由樂體的跌下來 幾十米 真的沒停過喊 我發現所有的旅遊景點 無論是沙漠預野車也好 還是在大海開摩托艇 你越咬得大聲 他就越開心 他就要玩你的 那些司機全部都是這樣 我問那個司機 我叫得越大聲 你就越開心越耍 他說不是的 不過見你這麼刺激 我就給你更刺激的項目 我說如果不出聲 你會怎樣 他說如果你不出聲 我一定要你喊出聲 我真是怎樣 還死定死吧 喊人不是不喊人 他又不相信你不出聲 滑山 沙漠越野 沙漠越野 心語的時間還要很長 我們玩了九個字 最後 爆來爆來 最後不怕 已經回到來 這麼誇張 已經習慣了 已經不怕 他就半程去 去到有個地方 被你吐 被你吐 停下來 他就有茶 被我喝 停下驚 我父子都沒有這個需求 那就給我走走走 再來 所以很習慣的 很刺激的 接著就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黃河邊 聽我說六十層樓高 六十層樓高 沒錯 滑山 六十層樓 他站不站 又不是很站 60度也很似,上邊就是沙漠最頂,下面就是黃河邊 我也怕我直接刪到黃河,原來飛躍黃河那麼容易 那裡就很多項目,但我夠膽去玩 專門是一個旅遊點,是的,那些沙漠白天油又滑下去,又起了軌跡 一晚之後又沒有沙漠,風一吹,然後迎風面,又吹起來很滑 大自然真是神奇 那裡有很多項目,我夠膽去玩的就是滑沙 我說我不夠膽去玩的,就是這個鋼索,吊著一條鋼索,飛躍黃河 飛躍黃河,飛躍過去,然後那邊有個大象皮墊 一撞他又彈你回來,行不行 其實也很安全,應該沒什麼事 我不敢,行不行,我不敢,行不行,你敢敢 我道理上敢,是不是 Bang哥就20號去,是嗎 是,你如果敢坐鋼索,飛躍黃河,我包你的機票 我敢坐鋼索,好像很瘋狂,看他當地多威風 而且下星期很過癮,下星期是當地的富二邦節 加加戶都會拿自己煮好羊肉出來派街坊 就是拿出來大家一起吃 對,越派得多,他越開心 你來這裡不用錢吃飯 是嗎 是嗎 很害怕嗎 我不知道 我跟他說,滑沙度就60層樓,不高 60度 他那邊就在滑沙那邊,這麼高,飛躍到對面 是 他越高,他用一個高低叉才能去到 自由體 才能去到 這個我不敢玩,還有一個我不敢玩 怎樣 就在這個羊皮罰紙 哦 一共下面有13隻羊,吹脹了 然後上面有幾條竹 坐上去 坐上去 去哪裡 在黃河上面飄 是嗎 他有人幫你死 當然有人 有個伯伯在 撐著撐著 我經常覺得,我掉下去,你一定救不了我 然後我老婆說,我臭女兒,你自己去玩 我說,滑沙你也玩不到,御野吉普也玩不到 駱駝你也玩不到 因為那些臭女兒是不可以玩的 那些那麼刺激 那我羊皮罰紙,你去玩,我負責看女兒 羊皮罰紙 應該有個不怕 如果沒有什麼風浪的話 黃河有很多是暗湧的 有很多的,突然出現很多漩渦 所以他們的羊皮罰紙 會在黃河裡面是360度轉的 而且你坐下去之後 你基本上跟水平面是平的 你知不知道 我覺得很沒安全感 旁邊有沒有護欄 沒有什麼都沒有 所以有點害怕 有點害怕,我真的不敢 那些羊皮罰紙,太陽一照 有很多寶釘 好像舊車輪 有很多浸 好像穿了點 所以我就不敢了 然後,關鍵看到那些衣服 每個人都又瘦 又欺負,不許 驚驚的 總之我不是很敢 自暴其短,兩個人都不敢 最難得Hugo這麼大方 快點,絕對要佔便宜 快點去馬 快點去馬 三岸月夜北吉 什麼BJ40 不知道 應該是吧 因為你們看不到型號 它外面有什麼紅色、黃色 是吧 是吧 又很七彩 是吧 那天就玩了一天 其實挺好玩的 特別是 如果你是喜歡刺激的活動 其實是挺有趣的 這位朋友說 爸爸穿那 有玩過 是吧 別人的爸爸這樣玩 這位朋友說 中衛市以沙漠水城 花兒幾鄉 究竟是幾 休閒中衛為城市定位 推進實施 城市建設管理五大戰役 和城市陸創工作 著力彰顯 沙漠之味、大河之舞 絲路之雲、擋航之根 生態之壽、城市之美的特色、魅力 以及移居休閒生態味的城市內涵 即是八道八科 一是八道八科 第二就是中衛市的示威宣傳部 這位朋友說 不是吧 我五十多歲都敢玩齊 那些朋友開始質疑你 二十多歲 我真的害怕 黃河 真的飛黃 我怕港嵐斷 你知道 一年三百六十五二十 這麼多人飛 對呀 一旦砰斷了 我就跌了中間 對嗎 跌了中間 而且我研究過 旁邊沒有救生員 沒有快艇 你知不知道 萬一我跌了黃河中間 真的沒有人救 而且水流這麼急 我怎麼有 那你去海口等你 山東見 黃河出海口 哈哈哈哈哈哈 明明一零下 結果山東回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我剛剛說 是中衛市市區那段的黃河 比較平衡 但是這個沙坡頭 這個黃河 因為它已經在沙漠裡面 它水流又混濁 又黃 簡直是說 又黃 又急 你真是少要害怕 不好意思 這個朋友說 這個朋友還在說中衛市委書員報發上來 他說 這個中衛市先後榮獲迪拜 國際改善居住環境 最佳範例獎 和中國人居環境範例獎 和中國特色魅力城市100強 和中國最佳綠色生態城市 和全國十佳文明建設示範城市 2013年中國生態文明價值城市等11項殊榮 嘩 真是 中衛市市委書員報的工作 真是夠細緻 是 成績當然都很標柄 其實我這次也有點遺憾 不要在中衛市住 因為雖然那個沙漠星星酒店 是位於中衛市 包括這個黃河宿集 黃河宿集 即是它不在市區 都是在外面 黃河宿集很有趣 它有很多民宿組成 所以叫做宿集 即是集合起來 是的 我住的那間叫虛里 即是襯虛的虛 虛里 入到丸子就有兩棵樹 一棵是早樹 另一棵也是早樹 很有趣 在那裡 我在那裡住了兩晚 兩晚的晚餐 都很有特色 第一晚的晚餐就在黃河邊的樹林裡 有一片梨 我們吃過梨 梨 梨樹林 梨樹下 梨花帶雨 你說得這麼悲慘 就在梨樹下 然後呢 五點多鐘 就開始佈置一條長桌 白色的桌布 然後呢 在梨樹下 黃河邊 吃了一頓晚餐 是 是 想起來很棒 是啊 喝著家地的風信寺的葡萄酒 家地酒莊 今天送給我 這樣就在那裡喝 那種感覺很好 而第二晚更加精彩 明天再說 季節變易感冒 快準備